你好 欢迎收看3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玉慧 花莲献既成功举办民国109年全民运动会之后 再度取得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主办权 其中规划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田击场市全中运的射建筑场地 花莲献既成功举办民国109年全民运动会之后 再度取得了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主办权 其中规划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田净场为全中运射建主场地 明年的全中运也由花莲县政府来承办 这是据17年才到花莲县政府我们来接受来承办 所以明年的全中运的这个射建在的场地 未来我们也估计会确定会在玉里国中这个场地来比赛 我想这个场地全国的青年朋友以及社院的选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在这里让大家能够环境以及天后都非常非常的适宜 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可以表现出最好的成绩 取经文表示距离上一次承办权中运已经相隔17年了 办理大型活动来带动人潮 以运动结合观光 玉里正106年庆祝建政百年的时候 全国青年杯射建级标赛首度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田净场来举办 之后已经连续五届都在这里举办了 由于田净场四周腹地够大 可以同时容纳将近有1200人的比赛 把位后方具备天然的挡土墙 完全符合标准的竞赛环境 成为全国射建好手竞逐的最佳场地 记者高手双玉镇采访报道